大家好,我是The Standard英文虎報的主持Glory Chan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兩位教育專家 和一位學生家長做我們的專訪 在我旁邊的是孫道會流平齋紀念國際學校 Christian Alliance PC Lao Memorial International School的校長 Dr. Cora He 和ABC Pathways Group的創辦人Mrs. Bali Wong 我們還有來自這兩間學校的學生家長Christine 我們很高興可以和他們一起分享一下 如何幫助小朋友順利銜接小一 和找一間合適的小學 究竟學校和家長又可以如何幫助小朋友適應小一的生活呢? 不如我們先請Dr. He 和我們說一下 謝謝你Glory 我覺得幫助小朋友適應小一 很需要家長和學校一起合作 因為我們是同一個team 我們一起幫助小朋友去理解 為何他們會有人生一個新的胎前 我們需要很多的機會互相溝通 而當我們這個溝通中 我們需要溝通是真誠的 我們溝通是互相的尊重 我們溝通中是希望解決我們的問題 最重要是從這個溝通中 我們可以互相建立信任 當學校和家長在這個溝通上 成為一個隊友的時候 他們就能夠開始幫助小朋友 去認識和適應小一的生活 我想我很喜歡一個教育心理學家 Vicosky 原來我們的小朋友學習是一個社交文化 當中需要很多持份者一起努力 包括我們的家長 照顧他們的人 學校裏的老師 和朋友 甚至在家的社會裏的每一個人 都可以幫助小朋友去學習 和適應由幼稚園升到小學 Vicosky 說 一個適合小朋友的生活 很需要我們要明白 小朋友到底在哪一個位置 他的developmental need 從當中就好像踏盆一樣 在身邊扶著他 而在當中是要互動的 學習不是單向 而是一個社交的互動 而我們給他學習的東西 是一步一步的 而是他能夠在當中 有經歷到成就感 這樣他就對他的學校生活 慢慢就越來越適應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老師和家長都需要很注意的 就是怎樣幫助小朋友 恩財私教 因為他的能力在哪裡 從當中去培養 和鼓勵他的學習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在劉瓶渣這裡 你們又有什麼具體的措施 或者配套 去幫助小朋友適應小一的生活 我們學校是很著重 於我們的學校的學習環境 是一個很Welcome 我們學校的學習環境 是很安全的 我覺得 安全的意思是 小朋友是知道 在這裡他會被接 他可以在這裡 去試一些東西 是take risk 而不會讓別人覺得 他做錯是會罰的 我希望學校是一個地方 讓小朋友覺得開心 和愉快 我們很著重於 跟小朋友建立關係 我們在學校裡 有三個R 我們是用來 去表達我們 跟小朋友接觸 或者跟家長 去建立 家校合作的一個辦法 這個三個R 首先是要關係 要relational 我們首先要讓小朋友知道 我們很想 理解 了解他的需要 我很想小朋友知道 我們學校是很愛他們的 是很relational 當小朋友知道 學校的老師 座教 學校的office staff 都是很願意去幫助他們 而是他們產生了信任的時候 他們自然就很願意 去打開自己 去嘗試去學習 第二個R 我們很希望我們學校裡 教的東西是很relevant的 令到小朋友可以投入 因為學習是很需要engagement 當他們發覺 除了有一個好的relationship 跟他身邊的人之後 而他學習的東西 對他來說是很relevant的 我真的很想知道這個東西 他就會engage 當他們有relationship 有一個relevance 的learning opportunity 我們也希望他能夠進步 我們希望小朋友成長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學習 是一個relevance的 我們對他有要求 因為小朋友 當你知道你對他有要求 是他要進步的時候 他會覺得 你看得起他 你覺得他做到 然後他會嘗試 而在一個有外心的環境下 他的嘗試 我們會肯定和鼓勵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 小朋友很快便能夠適應小學的生活 因為首先 要有一個愉快的學習環境 令他願意嘗試闖開自己 去take risk in learning 很重要 我們學校無論是預備班 或是一年級 我們除了有兩個老師 是專門照顧一班 大概22個學生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助教 因為我們很希望 給小朋友多些機會 在學習環境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的需要 留意他的時候 可以幫助他們 快點能夠適應 因為我覺得 一個小的學習環境 對於小學的小朋友 是很好的學習環境 我先分享到這裡 畢竟小朋友 都有大半天在學校到過 如果學校可以提供到一個 安全、歡迎和一個開心的學習環境 我想對他們的銜接過程 都真的很重要 Bali 以你這麼多年 在幼稚園教育的經驗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小朋友在銜接小一的時候 通常會遇到什麼問題 以及幼稚園好像ABC Pathways 又可以怎樣幫到他們 會不會有預備班 或者講座等等的事情 讓他們可以更加適應小一的生活 好 麻煩你了 如果你問香港一般的學生 遇到升小的問題 就是他們的適應力 很多時候的家長在他們的心態上 就是幼稚園讓他們玩 開心點 童年快樂 不要給他們那麼多壓力 但不知為什麼 由一五歲轉六歲 一升小一 我們突然間的心態就不同了 我們突然間對他們很多期望 應該他們進入哪一間 他們父母心儀的學校 然後入島之餘還要他追蹤 還要明滅前茅 但是那個小朋友 他一直都沒有這個準備的 小朋友的心理上 所以那個小朋友 好像突然間進入了另一個社會 咦 什麼事啊 本來很開心的 本來父母經常抱著我笑 玩玩 什麼都沒有所謂 但是為什麼突然間 他當時又罵我不讀書 不罵不功課 然後又說我不撿書包 為什麼那麼多要求 對於他突然間 他好像有很多的衝擊 好像突然間被人習慣 我覺得在這個轉接期 我們需要有很多的心理輔導給家長 而家長有了這個心理輔導之後 就要懂得怎樣跟小朋友 準備入小一的心態 其實這個心態就不是說 之前回學那天就這麼說 是你由K3的時候 就已經跟他準備地 所以我們ABC 怎樣跟家長去適應呢 就是過去這幾年 我們都收集了不同的家長 他們入讀了不同的本地學校 傳統啊 直資啊或者國際學校 他們都回來就給了一些訊息 原來我們的小朋友 不夠能力去抄黑板的功課 令到家人可以做齊 我們就說 是呀 我們沒有訓練這個小朋友 這樣做 不排除我們K3下學期公司 突然間最後那兩個月 就叫小朋友開始去抄黑板的東西 令到他嘗試掌握到這件事 又或者原來學校開始要計分數 或者有些是由英文數變中文數 我們就在下學期就開始調節我們的課程 令到一些想入中文小學的學校 學生都要適應得到 我覺得家長也都最重要的 就是要學會怎樣 幫小朋友找一間對的小朋友的學校 就不是小朋友 不是家長想找一間對他心目中 心儀的學校 這一個家長的我們跟他做的心儀的學校 是很重要的 站在家長的角度 幫自己小朋友選一間合適的小學的時候 Kristine 你又會從什麼方面去考慮 去令他們適應得好些呢 我記得Anthony在讀書的時候 ABC的時候 學校會安排每個家長每個家庭去會面 有什麼作用呢 其實就是想讓我們家長和學校 一起去了解一下 這個小朋友其實應該要讀什麼學校 什麼類型 什麼性格是適合小朋友 學校也都安排了很多不同種類的講座 讓我們了解到不同這些學校 他要什麼學生 面試有時候要什麼注意 或者到真的在讀書的時候 在功課上面 測驗我們有什麼要留意 看看其實是適合小朋友去讀 正如我們上學的時候 或者去買鞋 你都會帶小朋友去試鞋 你不會幫小朋友買鞋 小朋友試過是適合他 合不合心水去穿 因為其實讀書是小朋友 而不是家長 所以我覺得要以小朋友去出發 是比較適合的 聽說你小朋友Anthony 未出生的時候 你其實已經想幫他報讀 區裏面一間 很有名望的傳統中校 但最後你就幫他選了 流瓶齋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選擇 其實當初是Anthony 是入到一間傳統的學校 就是名望很高 名望其實在一般爸爸媽媽的心目中 都是很重要的 我便讓他進去讀 但後來發覺他不開心 即是他回來哭 即是他有病假 他竟然跟我說 今天我病假不用回去 我很開心 我就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覺得是一個危機 因為其實他本身性格 都是很樂天 很喜歡上學 很喜歡學習的小朋友 但是我聽到一個這樣的訊息 我就覺得 我可能真的要離開這間學校 因為如果小朋友沒有了學習動機 其實他將來一直上去 其實他都是 上學去學不到東西 也都不開心 因為我也記得Anthony 他以前在我們幼稚園 是很喜歡上學的 是啊 他很喜歡上學 甚至放假 他都說媽媽為什麼今天不用上學 對 是啊 我也知道 其實你其中一個元素 替Anthony選劉萍齋 都是因為ABC Pathways 有介紹這間學校給你 我想問一下 在ABC Pathways的角度 你又為什麼會一開始介紹 劉萍齋給Anthony 還有可以說一下 為什麼選擇一間合適的小學 是對他們各方面的發展都很重要呢 嗯 其實最終Anthony去了他們心儀那間學校 是的 由一開始 我就看到媽媽回來 跟我們說 不行不行不行 因為我的兒子開始追不到了 為什麼會拿不到他心目中的分 甚至會有一些很有信心的我們的英文科 他都可以不合格 這個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打擊 有什麼理由可以一個小朋友 他有能力 但是他們進入小學 證明不了出來 經過我們差不多半年和大半年 我是用了很多的 就是同事和我都用了很多時間 然後跟他和他爸爸媽媽去聊 就是和你們兩個一起去 去了解一間合適的學校有多重要 不要浪費了一個兒子 小朋友的兒子動機是很好 然後又再約Anthony 再來看看他究竟為什麼會不合格 原來他是不知道要怎樣去拿分 他不知道原來分數是這麼重要 因為他當一個小朋友 你想一下 他根本連學習動機都沒有 他連問題都不想回答 他覺得很煩 他覺得很不想回答 因為我們問他 他回答完 不過他不想拿支筆去回答 他又不知道什麼叫測驗 他又不知道什麼叫密書 有什麼那麼重要 因為幼稚園那時候 沒有教這個概念的重要給他 所以我當時一說完給他聽之後 他就已經叮醒了 知道怎樣可以拿分 他的目的原來 入到小學 大一個兒子要做什麼 到後期我知他已經追得回分數 我記得不出個多月 你已經跟我說 可以到八十幾九十分 已經沒有問題了 但他仍然都是 媽媽呀 仍然都很不開心 不如問媽媽 為什麼他拿到分數 你仍然都不開心 我覺得他 因為我跟他溫過了 其實他可以做得更好 是的 但他仍然是不想上學 他也是不喜歡上學的 其實他都每天叫他起床 他都不上學 我就在哭 是的 我已經幻想到 他未來的六年怎樣回答 未來的六年的人生很重要的時間 那我就不斷說你轉校了 你轉校了 那沒理由 為了一個我們心而 雖然你抬著一個胖子 想進入這間學校 沒理由為了我們的心目中 達到這個目的 而花了一個小朋友 這麼多年的光陰 那所以我就勸他 勸到他 突然間我就 接得到劉萍齋 我聽完他的理念 跟我們那個學校的 ABC的理念 很想跟他恩財私教 而且學校是很有愛 你知道如果一間學校很有愛 你會看到他每一個老師 那個用心教學的方式 怎樣去令到小朋友 發揮他的潛流 這是一個重點來的 所以我就了解了 又參觀完你的學校 又和你做過一些簡介 我就即時已經跟Christine說 你一定要留意這間學校 尤其是我們入了小學 如果你覺得小朋友不適合 是越快轉校越好 有很多家長 可能他不適應 二年級先 可能他二年級 又可能掌握得到 去到三年級 我已經認識了一班朋友 沒有理由放棄了一班好朋友 經常就是沒完沒了 在這個圈裡去鬥 所以我就很盡努力 盡快一定要 先免費了 可能你到時收了 你可以不讀 先免費了 先免費了 先認識了 然後他們又是接觸到你間學校 我想已經愛上了 到你了 是的 我記得那天他見完 多特區之後面試完 他已經是愛上了這裡 他說這裡好 我喜歡這裡好開心 我喜歡在這裡化學 那天他已經這樣說 表朋友是最真實的 最直接的 是的 那Stina 除了他覺得很開心之外 你覺得劉萍渣這裡 都會不會給他一個合適的舞台 他可以充分發揮他各方面的天分 還有有沒有一些例子 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Anthony是很喜歡問問題的 很喜歡去嘗試 他喜歡下手下腳做所有事情 我覺得在這裡 老師給了很多機會他們去嘗試 他們有用不同的教具 甚至Apps去幫他們去學知識 我記得有一次他很開心放學 拿著一杯東西出來 他說裡面是鬼口水 因為現在小朋友很喜歡玩 那學校也讓他們嘗試試這個 我想小朋友是要落於其中去學習 這樣會比較好 他們試過做鬼口水 又試過繞一些模型回來 我想在他年紀來說 他可以落手落腳去創造 他喜歡的東西 他會很開心 他會更加喜歡學習 我記得剛剛你轉校那一年 就是立刻要做Zoom的網課 是的 我記得你回來我們學校說 雖然上網課 但我兒子Anthony已經很喜歡學校 不知為何老師透過網課 都可以令他很開心 是的 他很喜歡這裡 我想在這裡他沒有被忽視 老師給了很多愛他們 所以每個小朋友都很喜歡回學 很喜歡留在學校 他叫我 你不要這麼早來照顧我放學 我寧願在學校 我最開心就是聽到你說 我兒子回來了 以前你說我沒有兒子 現在我兒子回來了 他不喜歡 覺得好像迷失了 他走失了 非常好 那Anthony除了變得更加熱愛上學之外 你還有沒有留意到他有什麼改變 好像在品格、社交、治理能力等方面 他以前都很喜歡幫人 但他現在喜歡幫人 他會思考 他會問 譬如有一天我和他逛街 他會問 為何那個人在街上 他在做什麼 我說因為他沒有錢吃飯 可能沒有工作 他說為何 為何他沒有工作 或者沒有錢 我說他需要人幫 不如我們幫他 有時在超級市場看到有些捐款商 他會問 今天這個機構是幫誰 是否我捐了錢 他們便會治好眼睛 他的同理心是幫助人 他是很強的 我想以前在學校 老師不喜歡他這個行動 他們覺得他做得太多 但現在他會很開心 因為又可以幫助老師 因為他們每個月都會有不同的項目 今天我是小幫手 變成小朋友 以為自己是老師 幫助老師 他們會很開心 剛好昨天第一日放電視 我覺得他成長了 是因為他自己會懂得交功課 他自己會用程式 媽媽你不用幫我了 我自己懂了 他自己會自動自覺去完成他的所有事情 而且我覺得他開始懂得照顧妹妹 我覺得他長大了 我想如果他上學很開心 或者他學到更多的東西 他會樂於去教人 去幫人 是的 真的很開心 Anthony 可以終於找到一間合適自己的學校 除了可以愈發學習之餘 也可以幫到他各方面的發展 現在Anthony 都讀了一年多 你會不會對學校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例如劉萍哲有什麼地方 你是特別欣賞的 或者你是覺得做得特別好 我最欣賞的是 每一天我都會見到TOKTOK去跟MISCO 笑臉 歡迎小朋友回來學校 我想是因為 我覺得小朋友都很真誠 他每天見到校長都在這裡 風雨不改 無論是上學或放學 他都會站在門口 去接收小朋友 或者寬送他們離開 其實不僅是校長 或者其他保安醫醫 他們都會這樣做 會跟他們說 星期幾見 或者明天見 小心 還有欣賞學校 其實學校出了很多他們自己的東西 譬如口罩套 現在每個人都需要用 他們有安排口罩套給小朋友 是印著學校的兩個公仔 也有阻擋月光 那阻擋月光 那阻擋月光 是貼心到 全部是學校的 跟學校的Canada 明天小朋友可能是有活動的 他們知道自己需要不需要上學 我覺得每件事 其實都是為小朋友而出發 你會見到所有事情都很細心去準備好 是的 也都欣賞學校 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 例如現在疫情 雖然我們回到一天 但其實一天 昨天我們已經 學校已經問我們 你們有沒有聽到 家長有沒有什麼 Zoom的問題 如果有 你告訴我 我們會跟進 是的 真的很細心 很開心 我也想說一點 剛才一開始聽到 校長介紹 即是說 學校好像踏一個棚 是給家長、學校、小朋友 而在過程中 大家幻想一下 踏一個棚 其實小朋友要踏到這個棚 有危險的 大家幻想是真的 他進了一個小學 一個陌生的地方 對他來說是有危險的 但因為家校合作 你們大家有互信 所以那個棚不是一個棚 其實學校和家長踏了很多棚 但學校便可以調節到這個棚 而跟家長一起聊得到 而去適合小朋友 就是靠你們的主意 就是那個愛心 就是那個 一直我由接觸你們學校 到現在我都看得到 是不只是校長說的 是全個團隊 真的上上下下 真的用一個愛心 大家一起踏一個棚 給小朋友怎樣走他們不同的路 我覺得是真的很棒 很有意思 因為我們覺得 做事是要從心出發 而且小朋友其實 做事的時候 他有一果二成的時候 就不要忘記他的初心 小朋友其實 很有心去做一些事 我們要是 給他一個能力 他覺得自己是做到的 不可以說 我們覺得這個不行 就不讓他試 因為小朋友 是從這個機會 去建立他的信心 是很重要的 小朋友對他自己的能力 是有信心的時候 無論之後的難處是多少 他會容易去適應 因為他知道 只要我願意嘗試 我身邊的人 是會幫我 將我想到的夢想成真 這個是幼兒教育 去到小學教育 一個最重要的環境 就是要他們對自己有信心 然後他在當中 就會將他的才能 他的潛能 慢慢發揮出來 正如剛才巴黎所說 其實劉瓶齋都在建築一個棚 是給家校合作的棚 我想問一下 教育 有什麼具體的措施 或者方法 令到劉瓶齋和家長 有一個緊密互信的關係 我們的老師 都會透過我們的學校的apps 就可以發這些訊息 給我們的家長 當他們有需要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做到的 除了每個班的老師 因為我們每個班的老師 我們Homelom Teacher 和Chinese Teacher 共同去照顧那一班 二十多個的小朋友 他們對他的認識 是很深入的 因為我們不會說 每個課堂 每個科目是不同的老師 反而是用兩個老師 他教了他那年級要學的所有科目 所以對小朋友的認識 是從一天上學到放學 只會見這兩個老師 從當中 他很認識小朋友的需要 而他們看到一些問題 或者看到一些需要的時候 會直接跟家長去談 我們每個星期 每兩個星期都會出一個 e-notice 裡面一個newsletter 老師就會把那一個星期 或者兩個星期 他看到的highlight 小朋友做到的事情 會拍攝下來 甚至用文字會寫出來 令家長很明白 在學校裏面 小朋友是在做什麼 我們會用不同的apps 去發出一些問題 而老師看到他也可以回答 所以可以很快 可以將 見到一些問題 我想見到issue 不是問題 很快就可以一起去解決 而且我們也有一個parent support group 當中有些parent 不同的grade 不同的班級 他們可以收集家長的一些意見 一些問題 甚至會解答 這些問題 因為我們有些新的family 其他家長 其他家長 從家長的角度去解答 令到事情很smooth 小朋友上學 例如搭校巴 買校服 或者是否要經常帶書上學 為何學校沒有書派 因為我們學校不太著重於小朋友 是把書全部讀完 而是真的 我們是有些校制的materials 給他們 因為一些家長未必知道 我們學校的需要的時候 我們學校的setup的時候 從當中我們就可以透過家長 互相的大家溝通 或者從家長和學校的溝通當中 可以更加互相幫助對方 Kristine 身為一個家長 和一個Parent Support Group的成員之一 你又怎樣看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家校合作 因為我們其實是共同一起努力 去讓這個小朋友受教育 以及成長 我們在裡面其實會談到很多事情 例如學校來年的發展 或者接下來有什麼活動 或者有些活動完了 我們都會去談談 有什麼檢討 有什麼好 有什麼不好 去改善 多謝Kristine 你在家長角度的分享 我也想補充一點 難怪Anthony這麼適應 其實基本上 我覺得我們兩個學校所做的事 是很雷同的 第一 都是一個英文老師 一個中文老師 教了十幾二十個小朋友 全入 而我們也有個Class Mom Group 我們有個Class Mom Group 而她當時也是個Class Mom 我們也是每個月定期開會 然後看看學校有什麼意見 你們每一個媽媽 在你個Class 聽到什麼意見 和 feedback 讓我們學校可以有反應 就是所有整體的東西 按能力去跟隨私教 都很像 真的 是非常雷同 所以小朋友適應這麼容易 嗯 非常之口 聽到劉萍齋 其實無論對小朋友也好 還是對家長也好 都一樣這麼有心 是的 我覺得學校做到關心學生 給了很多關懷小朋友 有愛心 亦都耐心傾聽家長的意見 他們用心去做好學校 我覺得小朋友回到開心 家長也很放心把小朋友交給學校 我覺得這是一個循環 每個人都會一起幫忙 去做好 教好小朋友 學校也做好自己 嗯 多謝Christine 你在家長角度的分享 那我又想問一下 作為一個教育專家 Bali 你會不會給家長一些建議 可以怎樣幫助小朋友 選一間心儀的小學 還有有沒有什麼方面 是要特別考慮的 嗯 其實現在家長考慮的事情 都幾不同 還有幾多 剛剛聽完 Christine的經歷 大家其實都不想 有這個轉校的經驗 沒有理由三年時間 由幼稚園去到另一間校 再轉另一間學校 這個經歷很多人都不想 那怎樣可以防止這件事發生呢 就是 以我們ABC 剛才都說 我們由下學期 K2下學期 我們就已經跟家長單對單 去分析小朋友的性格 我們如果家長 其實他現在是要看經驗的小朋友 他的學習能力 他的中英數能力的水平 學習能力是說他的專注力 他沒有讀書障 他沒有學習障礙 其實他吸收的能力 好不可以 或者他額外的課學活動有多少 他是一個什麼性格的小朋友 我們要分析這些小朋友 再看父母 有些父母說 我不想跟他做功課 你千萬不要搞 我兩個都要上班 你一上班 我還要回去做功課 我肯定已經遇見到 家庭已經是家床屋弊 他又不肯做 然後那一校有十樣 我們是要預計到這個問題 家長的性格 小朋友的能力 他的學習能力 我們再去看看 咦?原來家長是這樣的 小朋友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有這麼多種學校 其實香港其實很幸福 現在有很多種類類的學校 你是不是應該選一間 對你的小朋友的性格 他的學習能力 他能進入這間小學 是中上程度的 你不要因為我們 心疑一間名校 進入去才是佔底的 到時才算 到時才補習 到時才再催谷他 小朋友根本愛上不到學習 所以你問我 我覺得現在家長 去選一間學校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放棄我們自己的心儀 自己從小到大 很想進入的高校 不是不等於不進入 我們放下了這件事 有很多家長是看 是否接龍 是否接近家 是否將來進入什麼中學 他們很看將來 那間入到的學校的能力 但他們沒有看這個小朋友 進入學校後期的效果 是怎樣的 所以如果我們是這樣的 我們就先第一步 分析了我們父母的期望 和小朋友的能力 原來我這個小朋友 其實國際學校 也可以 Local School也可以 他又可以專注能力 又很強 你給他十樣功課 他又聽了 那你就有很多選擇 那你就走你自己想走那條路 但相反 如果你的小朋友 根本不是這一類的 他是有很多問題 像Anthony 他是很有創意的 他是不可以跟大圍 你要游太陽紅色 我就一定要游紅色的 你多問幾條問題 你就知道要整個學校的秩序 你排隊走斜一點點 就等於你是 你很頑固的學生 學校就會打來跟你說 你家要站直一點 排隊要怎樣走 類似這樣的 未必是適合一些 密守成規的小朋友 有些小朋友可以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看 那個小朋友的能力 性格 再配合家長的期望 然後我們才選擇 合式學校 分別是很大 我想你 我會從兩個角度看 一個從大人的 我們每個人不會說 大家做同一個的工作 都會是合適 我們選擇我們喜歡的工作 是因為我們很想 在一個環境裏面 我們是愉快工作 還有我們做的事 是有意義的 這件事就會令到 你每天上班 就不會等下班 我想選擇 上學 從小朋友的方法去選擇 亦是同樣是 好像套落我們大人上班 我們很希望小朋友 我們很希望小朋友 很想的 就是上學 我們很希望小朋友 很想的 就是上學 我們很希望小朋友 我們想小朋友 是主動的 因為我覺得 主動性很重要 我們在學校 我們請的老師 或者你作為一個工作 你想請的人 都是想主動性 我們都知道 主動性的人 是有創意 有能力的人 我們很希望小朋友 都是主動 他們主動想上學 主動想學習 這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 我們小朋友 想學習 不是很像我們 英文說 要hold a carrot 或者steak 我們不是要打打 鬧鬧 又要拔他 又要推他 而是他很想學習 我會覺得 在CAPCL的小朋友 他很想上學 很想學習 是因為 他不是說 爸爸媽媽 你做完這些 你做完之後 學期尾 我會帶你去迪士尼玩 不是因為最後的結果 那個才是享受 而是他每天上學 就是享受今天 我覺得 小朋友的童年很短暫 小朋友 如果記得他的童年是快樂 到他將來面對一些困難的時候 他可以跨過 因為他有自信心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想選擇一個正確的學校 我就會說 你想想 你的小朋友在這間學校 六年的時間 你會看到小朋友 會有什麼特質 我希望你會發覺 正確的學校 小朋友會有信心 他不會因為學習 而打擊 他說我不行 他有信心 他知道他有些事情不行 哪一個人沒有弱點 但每一個人都有長處 如果小朋友知道我的長處 是被肯定的時候 他更加有能力去接納自己的弱點 而去努力去改善 我覺得很重要 如果你找一個正確的學校 那個小朋友 自然就會有信心 他有信心 而願意學習 他自然就會有能力 所以我的學校就覺得 很重要 有些小朋友 我們看到他很有能力 但他經常都覺得自己不行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可惜 我們要小朋友 對自己的能力有肯定 他有信心之外 我希望我們的小朋友 一間正確的學校 那個小朋友 會自動自覺 不是一個魔法 他自動自覺 很重要 一間合適的學校 會教導這個小朋友 不是一個只是自私 因為小朋友 由小當然是自我中心 當他長大的期間 他會明白身邊的人的愛 他會怎樣 當你接受了愛之後 你會願意付出愛 你會發覺這些小朋友 願意去承擔 我們這個世代 這個社會 很需要能夠承擔的人 所以我覺得 當你選擇一個正確的學校 你自自然而 會見到小朋友 慢慢會有這些特質 他們是有confident 他有competence 他是self-motivated 你不需要push 不需要pull 不需要放柑 又不需要有個stick 而且他是很responsible 他不單止是自理自己要讀書 他懂得去愛會別人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 當一個被愛的小朋友 就會懂得 怎樣去愛他身邊的人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如果你找到一個地方 小朋友是能夠享受讀書 每天起床 第一件想的就是 快點準備好 我可以上學 這一間就是他合適的學校 非常好 剛才你講完這麼詳細的解釋 我一直在幻想 Anthony 就是這兩年多的轉變 剛才我聽到你說 他看到有些需要支援的人 我可不可以幫他 我可不可以捐錢 是否可以醫治他的眼 就是他已經有這個confidence 有這個confidence 可以再去幫人 是啊 真的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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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想家長除了 著眼於怎樣選擇一間合適的小學之外 他們都很關注 小朋友會被孕育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所謂三歲還是八十 其實整個小學階段 對他們的發展都非常重要 那Dr.Hurt 我們又可不可以了解一下 劉萍齋怎樣引育一些才德兼備 以及又適合未來社會發展需要的下一代呢 嗯 我多謝你的問題 Glory 或者我總結一下 我覺得才德兼備 首先由大體來說 就是到底我們怎樣去做全人教育 Holistic Education 我們學校有四方面很注重 剛剛Christine也說了 心很重要 Heart 因為這是動機 學習的動機很重要 我們很希望小朋友學習是怎樣 去專心 去做事 要有信心 我的老師是要有愛心 所以其實做事由心出發是很重要的 第二件事 我們很想他有一個好的習慣 就算我們現在是用網課的時間 我們都希望小朋友每天同一個時間 起床去準備好自己去上課 因為習慣很重要 一個小朋友由小到大 讓他知道有些習慣是幫助到他 所以他將來長大 是可以做事更加有條理 更加懂得怎樣去分析的事情 這些習慣很重要 所以我們在全人教育裡 很著重於心 很著重於習慣 很著重於頭腦的鍛鍊 做好著願他用手去做 因為我們小朋友學了不能夠用 他的學習不能夠投留很久 他要維持他的知識 很需要有一個 使用他的頭腦 也可以使用他的手 然後我們講到 Philosophy 我們學習 全人教育 我們學校 是很著重於四點之外 我們很著重於過程 我剛才剛開始也很短的介紹 我們很著重於 首先是建立關係 然後將我們的學習的單元 或者我們上課每天的課程 是令到他對小朋友的生活 是有銜接 他覺得relevant 然後我們是希望我們的學習 是rigorous的 不只是停在這裡 不過你一定要在這裡開始 如果你的開始點 他已經是沒有興趣的 跟他沒有關係 其實是老師想教的 我首先問 學生是否想學習的 我覺得當我們從這個開始點 跟著我們是他的老師 我們要看遠一點 我們要拉長一點 所以在我們學校裡 雖然我們用加拿大制 但我們其實是商語教學的 從商語教學 從國語和英文 是兩個很不同的語系 但當中令到小朋友 鍛鍊到他的表達能力 鍛鍊到他思考的時候 如何去不同的辦法去思考 再加上 學校都很著重於STEM 和很著重於美術 和Research 我們學校 好像是Anthony的Grey 已經開始做很多的STEM project 我們也很希望 小朋友不只是做了一件事 而是從開始想 如何去思考 所以我們學校用了一個STREAM 中間用了一個R 做完STEM之後 我們有一個A Aesthetic 因為我們知道 小朋友長大想 我做事首先要想 如何去做 然後我做了出來 如果要Marketable 一定可以Apple to the market Aesthetic是什麼呢? 我們將這些組合 就是我們的STREAM Learning 當一個Bilingual School 這個就是Rigorous 我們想他不僅是能夠 語言上可以Effective Communicate 他們還能夠在他們的Head 而是能夠做得好 這是我們學校覺得 在才德方面 是一個Process 就是這樣做 之餘 最重要的是 我們在學校重新出發 是著重於他們的品格培養 我們學校 今天我們每天早上 都會有一個Gathering的時間 我們會從不同的聖經故事 或者他們日常生活 會遇見一些學習的故事 看到的Movie 去跟他講一些品格的問題 因為我相信 這對他來說是很重要的 我知道現在香港很多的學習機構 都很想講我們Future Ready 怎樣可以令到小朋友 Future Ready 是教他怎樣去學習之餘 最重要的是 他本人的性格 他的內涵 他的品德是有好 我們基督教學校 有一句說話 有一句金句在針言說 我們交養 小朋友走當行的路 到他大了 他不會偏行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很著重於品格 和才德兼備 是很重要的 因為兩樣東西都要有 讓小朋友 才可以準備好他的下一步 嗯 今天真的很感謝 Dr.Cora Heard Mrs.Bali Wong 和Christine 特地抽空 和我們做這個專訪 我希望這兩位 教育專家 獨特的見解 和這位學生家長 寶貴的個人經驗 可以讓大家更加了解 怎樣幫小朋友 選一間合適的小學 和順利鹹蝶小一 多謝大家收看